這個邏輯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的資料來源在這裡 縱向的 你會發現它的規則是1234 我今天要把這1234 縱向的把它擺成橫向的 就是入職時間放在這裡 姓名放這裡 再來公號放這裡 電話放這裡 第一個,第二個的話你會發現 它這個前面有個入職時間冒號 跟藍位名稱重疊了 所以需要把冒號前面的東西把它刪掉 當然不是叫你圖法Lang 沒有說你點兩下 然後把它Ctrl-C, Ctrl-V Ctrl-C, Ctrl-V 如果你是這樣在做事,當然你永遠做不完 OK 你想說老師我知道啦,有個方法什麼 複製之後轉字 轉字過來對不對 可是問題你要轉字幾次啊 如果你這個公司的員工有幾萬個 你每天要轉,轉至幾萬次嘛 但不是要你這樣做 所以要怎麼做,首先第一個 你想說老師要查詢 那我要查詢,我是不是說我可以用什麼微量函數 可是問題,如果你今天用微量函數的話 第一個,你要查什麼 查路子時間嗎 沒辦法查 table array 沒有 所以如果像這種東西 它不是一個表格的對照表 你就沒有辦法用微量函數 OK,所以特別注意 還有微量函數,查的時候只能查第一欄 如果你的資料是在第一欄以外的 抱歉,沒有辦法查 那怎麼辦 今天有同學問啊 他不然有個方法 你要查那一欄,搬到第一欄比較好 但問題是,好像又失去了 沒辦法,不然你就換別的函數嘛 什麼函數 一般最常用到 除了vira函數以外 可能會用到所謂的 index 不知道各位應該有聽過這個函數吧 他大部分會配合match match是抓到哪一列 那index是抓到 這個某個範圍的 哪一列的哪一欄 把資料抓過來 他其實 有點像是vpa裡面的那個什麼 叫做sales物件 sales瓜糊不是哪一列哪一欄 把那個資料帶過來嗎 他有點像 類似sales物件的使用方法 那以這一題來看 慢慢確定 比如說我用index 然後我用第一個參數 他總共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array array的話 通常你可以把它想像一個 就剛剛我們一個清單 有沒有 那這個清單在哪裡 清單在這裡 從b2一直到向下 所以ctrl去向下 b2到b33這個範圍 那你要抓這個範圍的哪一列啊 哪一列 這個範圍哦 我要抓第一列 然後呢 第幾欄 你會發現欄就是欄 所以一定是第一欄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 假如說要抓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是這邊的第一個 有沒有 那如果下一個的話呢 這個是1嘛 第一列 那如果再下一個的話呢 那這個不就變2了 抓這個變2了 OK 那這個的話呢 那這個就變3了 4 有沒有 5、6、7、8 9、10、11 類推 所以哦 你該可以知道 其實基本上哦 如果你用index的話 這個不會變 這個也不會變 會變的是這個 也就是說哦 其實如果你可以變出什麼 假如呢 你這個上面的 值哦 假如是12345678 如果你可以變出像 這種一個數字的表格 的規則 那你在把這個規則 放到 如果用RAW LUMBER裡面的話 那基本上 你就可以用index 取得你要的資料了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用什麼方式哦 可以讓這邊變成什麼 12345678 這個的話呢 你可能要想到 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叫column column什麼 顧名的藍 你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哦 他這邊會取得什麼 他現在所在的藍的數字哦 不是那個abcd的那個文字哦 第幾藍 第四 所以如果我只要什麼 把這個藍減掉多少 減掉3不就好了 有沒有 第四藍嘛 減3不就1嗎 1234不就出來了 那如果向下呢 他只會抓到他在哪一藍 那你如果向下的話 是誰在管 就列嘛 可是問題來了 列 所以哦 這個columnOK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如果向下的時候呢 當我在第二列的時候 不要加上4的倍數 可是呢 如果我當他變3的時候呢 變4的一倍數 變4的時候4的兩倍 也是哦 你要加4的一倍就是 1加上4那就5嘛 5 6 7 8 加上4的兩倍就加上8 有沒有 就9 10 11 12 所以好 這邊你可以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這個列的幾倍 不過特別注意哦 當他是第二列的時候呢 就不加 所以呢 可以先打一個Raw 我喜歡是直接Raw Raw 小瓜阿胡 現在抓到的是第二列 然後呢 把這個列先減掉 減掉2 為什麼減掉 先歸0 這一列哦 我不要乘上4 先把它減掉 那為什麼乘上4呢 也就是說呢 當他如果等於2的時候 那0 乘上4還是0 可是當他等於3的時候 第三列有沒有 3減掉2 那1嘛 就一倍 2倍 3倍 4倍 這招還蠻好用的哦 這招以後的話 可以變出很多花樣哦 好 那按打勾 向右 向下 有沒有發現 已經到這裡就好了 到32 如果說我已經取得這個數字表格的話哦 那我再來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Column 的公式 減下 再插入到哪裡呢 插入到最近使用過的 Index 把範圍一樣 B2到B33 Raw number的話貼上去 就剛剛的公式 然後這邊的話就1啦 這邊記得把這個 藍跟列都鎖 F4 因為等下會向右向下嘛 所以都要鎖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向右 向下 然後把藍寬 選起來 快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 全部 1234 1234 一列一列就幫我把它分割 請各位試試看 只要兩個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